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里面也已经出现黑点 第三天就已经是不能吃的 只能默默地丢掉它 这么好吃的香蕉难道就没有方法储存吗 方法当然是有的 想要香蕉能够储存的时间久一点 你得这样做 一 不要挑选全黄的 首先在买香蕉的时候 你得好好挑选一下 尽量不要挑选那种全黄色的 这样你买的香蕉会分时间段成熟 你就可以先吃掉黄色熟了它 而剩下的香蕉在它绿色变成黄色的时候再吃 这样也可以增加香蕉的存放时间 二 清水冲洗 刚买回来的香蕉 表面有催熟剂 因此 买回来的香蕉 立即用清水冲洗一杯 这样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 冲洗之后用赶紧的抹布擦钱 保证香蕉皮表面是没有水的 在想通外泄条件下 冲洗过的香蕉可以延长 存放5到7天不变质 三 报纸包裹 悬挂最好冲洗掉表面的推熟剂之后 就是存放的 您可以用几张旧报纸 将香蕉好好地包裹起来 放到赤内同封金两处存放 当然 你得注意的 香蕉所处的温度 最好控制在11到18度 切磨不要放在冰箱里 一定要尽量减少香蕉和果盘的接触面 当然像在树上一样悬挂 起来是最好的 四 最后注意 存放香蕉还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 一是要与苹果分开存放 苹果会是放一米 对水果有较强的催熟作用 会大大加速香蕉成熟 变质的速度 逐利于香蕉的长时间储存 二是不能悬挂储存时 一定要保证抗面朝上 这样能够保证香蕉 本身能够受到最少的压迫 保存的时间更长 水果储存的时候 需要避免磕磕碰碰 尤其在清洗的时候 很容易磕碰到水槽边缘 这样会在水果上留下氨伤 水果保存的难度 可就大大增加了 居住用居住 声中 尼住 Ferid Mickey的氏 医生